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宇航局18号发布公报表示 正在就嫦娥4号任务与中方展开合作 预计将与本月31号利用美国月球勘测轨道器 对嫦娥4号着陆点进行成像 美宇航局说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与中方讨论了对嫦娥4号着陆时 掀起烟尘的迹象进行观测的可能性 美宇航局说本月初有一些原因 月球勘测轨道器上搭载的设备 未能调整好轨道以最优位置 在嫦娥4号着陆过程中进行成像作业 据介绍航天器着陆时扬起的月尘 可以为未来的登月任务提供信息 例如为后续航天器的着陆方式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不过美国宇航局表示 预计将于31号利用其月球勘测轨道器 对嫦娥4号着陆点进行成像 中美两家航天机构达成协议 合作产生的任何重要发现 都将于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分享 美国宇航局在公告中强调 与中国的合作透明互惠互利 符合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规定 并表示美国计划重回月球 与国际伙伴持续展开合作至关重要